10月5号有网友筛出电影 中国女排拍摄现场的片段 龚立饰演朗平的正面照首次曝光 陈欧也在影片中可传了角色 因为龚立饰演的朗平实在是太像了 很多网友表示第一眼并没有找到龚立 发型眼睛神情几乎完美还原了赛场上的朗平 从两人的对比照看 龚立饰演朗平的形象跳不出任何毛病 正面照和朗平的形象非常接近 背影也几乎一模一样 局期片场中的场景是复原里约对巴西的四分之一决赛 为了还原真实的赛场画面 基本都是本人可传 巴西的排球队员也是从巴西找到运动员 网友们看到片场成功的现身也是有惊异的喜 不知他将在影片中可传什么角色 少早前今天最火的现代有李线 李在微博晒出了和中国女排姑娘们的合影 在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牵托下 高大帅气的李线显得格外娇小可爱 李线紫色晒出和中国女排的合影 网友们除了调侃150米的他 要变娇小可爱以外还猜测 他可能也会在电影中国女排中可传角色 他可能也会在电影中可传角色